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然是医疗问题 而医疗问题其实牵涉到太多不同的部分 我认为我们首先会一年做两集关于医疗问题 可能不够还要添食 第一集关于医疗问题这个系列 我觉得当然要由医疗系统开始讲起 周显曾经在其他国家享受过医疗服务 究竟现在世界的医疗体系来说 香港是什么位置 我不敢说世界 我当然在外国住过 也是很片面 但问题是 当然我们也看过其他资料 其实香港在医疗排名的世界不是那么坏 但其他各各各有各坏 中国其实都是等死制度 大家知道 但是有钱就好些 有钱就好些 有钱就好些 但是很有钱 你都不可以 我在加拿大 加拿大的医生是很空閒的 但是那些人 譬如我感冒 不能医疗 要是去急症室 要是你去讀家庭医生 你大概讀一个星期 两个星期 感冒是不能医疗的 除非你急症已经急到很重要 感冒是不能医疗的意思是 感冒医生过得来 他不会过来 你等他 你讀到他 所以加拿大是很公道的 但是是绝对公道 不会有钱就怎样 有钱就怎样 有钱就打尖 没有钱就等一輩 不是这样的 不是这样的 院长去到都不能打尖 院长去到那时 之前几年前 院长去打尖 是那间医院的院长 去到真月把尖 然后我忘记结果是怎样 结果被人揭发 然后很矛 加拿大的医疗系统 是绝对共产主要 没错 你最有钱是没有用的 他给你出国医 是 但是香港不是香港 是什么王国健的王国健的 他不知懂哪些人 就已经可以打尖 是没错 他最绝对公道 所以有钱的人就没有国医 是 有钱的人去美国医 但是加拿大的医生很空閒 所以你会知道 是没有全体用到 但我个人在加拿大做医生 他和加拿大的医生的待遇很好 是 加拿大很大的支出 都是和医疗有关 他那些人总而言之 就是很空閒 而且他那些人很悠閒的 所以你没有全体用到 即是不同香港的 一天做几十个小时 一天做十几个小时 固然是不好的 但一天做十几个小时 你会全体用到医生 这个这么珍贵的劳动力 加拿大医生很空閒 但是有钱人 加拿大有钱人 全部都去美国医 因为加拿大没得医 但是美国也是 美国的医疗系统 结果就是他的医疗保险制度 就是奥巴马说改革 没钱就没得医 没保险你就死定 因为窮人没保险就死定 香港窮人没保险都比美国 其实是最穷的人 和最有钱的人 都是没问题的 他最大事就是中间那个 你又没有去到贫穷线 有一个资助 但是你又不是有钱 就像中产那样 可以买到医疗保险自己 整天都说最惨的就是中下阶层 所以其实美国也是很坏 这个世界所有地方都是很坏 当然新加坡不好 但是新加坡我觉得 那个制度我们可以学的 就是新加坡的制度 你说用什么医生 其实就是四个字 以论为确 我有钱抢了你的医生 其实他抢了医生 地方是不够的 你再抢了医生 为什么更加不够 但是你有钱 我用多些钱去抢了你 那变成我够医疗 你不够 其实以论为确 其实相对来说 所有都是一个这样的问题 我抢了医生 应该是150多个地方之旅 有关新加坡的医生 制度我们可以稍后再说 我现在说回香港 你先说大陆 大陆的医生 医疗最革命性的 就是当年大家闹到飞起的 今天还有很多人说的 就是赤脚医生 其实医疗系统 从来都很贵 永远都回不了 如何去普及 但是中国大陆 曾经试过 应该是70年代 70年代左右 给一些很初期 给一些很简单训练的人 赤脚医生 就是说其实学了一年训练 中学毕业 学了一年 最基本的训练 医学训练 于是大陆去到农村 农村那些一般没有医生 零医疗 但问题的医生 其实大部分90%的病 双方咳嗽 都是持续抗生素 很简单 基本上你学一年 你学识完 现在你找个护士都会医 于是他就可以将死亡率 大幅降低 不知道是否提高还是抗低 就是说令到 生命期望 有得医点 也比没有得医 是 但是当然现在 会变成滥用抗生素问题 但问题就是 他有得医 好过没有得医 而且在最简单的医疗 最简单的医生 学识去了 在很短时间 提高了医疗水平 那是当时来说 是一个得正 但现在都没什么意思 因为譬如你在香港 我相信大陆都是 伤风咳应该是 你不怕不得医 现在最大的问题 就是 香港医疗制度 你便面对尊重问题 即当你要超越了 伤风咳的 level 你要去找出一些 更加高层次的医疗的时候 你就在我之后 我怀疑这个问题 我也很怀疑 因為我們醫療很大程度上,醫生學為什麼 學為什麼是很難的,但學怎麼醫其實是有方式的 學怎麼醫,譬如我記得那個時候,十年前我生,有重病 醫生去看,你那個life expectancy,有多少成機會醫好 他都是查書,全部有書有數據顯示,他都不是自己死記記得 他自己都是查書,這個書你這個情況是這樣 你如果吃了這些藥,你會有多少什麼 全部可以用一些表格的方式去醫治 但當然,如果你一個護士,你不明白為什麼 你一個醫生,你不明白為什麼 你明白我講的意思 如果你是否可以將那樣東西可以簡化呢,我不知道 但是我認為 我覺得起碼在現在的情況就不會 因為很簡單,醫療券已經有兩千元了 你老人家一年是有兩千元去看醫生 你不需要去急症狀逼,你是可以直接看私家醫生 現在重點從來都是,好,那我雙風咳以外 我有其他病,尤其是長期胃病怎麼辦呢 我要看專方門親怎麼辦呢 現在香港的醫療制度問題就卡在這個位置 所以我想說就是,你現在香港的醫療 我們先不要說究竟醫生供應的問題 很明顯就是管理出了問題 如果不是管理出了問題,你不會每一年 我們說每逢流感,所有人都住在病床 或者我們會發覺有些人等幾年,你都做不到手術 我想這個真正的醫療問題,現在在香港 因為我這樣說,為什麼呢 其實我們都會講到那個真實的問題 但我們先講完理論性的問題 還有一個理論性問題就是 大家對醫生的需求量不同的是幾十年前 我小時候開到所有,哪有專科這件事 香港大學內外全科醫學士,是治療全部的病 包括開到所有專科,沒有人看專科的 但是現在有專科,而且就有 專科就是亞專科,專科裡面再分四字 還有醫學美容,還有體檢,還有醫管管理的醫生 其實現在對醫學的需求,對醫生的需求 我估計給以前是大幾倍的 有些人說,以前一個人就看一個病 現在一個人最小限度是看六個病 譬如你有糖尿病,你就要看眼、看腎、看內分泌 其實以前已經是一個內科可以包的東西 現在你要拆細 以前不是,以前一個人同時看糖尿病,癌症,開刀,腳包皮 所有東西都包了 但是現在就不是了 一個香港大學內外科全科醫學士,是包了所有的病 而那個人一直都發現是住山頂,我看過醫生 就是這樣 所以我覺得我們探討的問題就是 為什麼現在會有這樣的情況 第一件事就是一種不可抗性 不可抗性的意思就是 因為現在醫學越來越昇明 很多以前沒有得醫的病,現在都有得醫 而以前用一個比較簡單的方法去治療 現在是一個很專門的方法去治療 這是一個沒有辦法的問題 但是有一些是可抗性的 有些人口政策,可能因為太大了 我們留下一次說 我們先不要說人口政策 你想想現在很多人說這個弊病的就是醫管局 醫管局就是我聽過最多醫生對他的反感就是 你花太多時間去做一些管理工作 這個我另外一個界別就是教育局 我就明白的,就是整天政府就覺得 我要一個好企業管理的方式 去令到那個機構最好效率 最沒有官僚主義 於是他們會引入一些工商管理的概念 去應用在學校或者醫院 學校我明白,有空要去試學 要填很多物品的資料表 學校其實我半明半明 我覺得我先插開 學校是有兩件事 第一其實都是自由經濟比較好 不過學校要負責洗腦 所以沒有辦法 學校要負責洗腦 這個我不拘捕他講 說回醫療就是 但問題就是 你將所有的考核 或者標準認證方式 加注在醫生上面 現在你會看到的惡果就是 那些醫生就是要去開會 去填表 很多醫生 醫院高層有半個是做經理 或者是做董事 他有很多行政上面的事情 是要去處理的 然後你只剩下一半時間的醫病 那你那個醫療的管理 就是出了問題 現在最離譜當然 就是那個醫院認證計劃 你便會看到 其實根本你香港的醫院 都不需要認證 因為香港醫院就是PK 香港醫院就是惡劣 但他還要找一件事去認證 你這間醫院就是符合這個資格 然後所有醫生都要去處理 香港每一個醫院都不符合資格嗎 他們覺得 因為這是歐美 或者美國澳洲那種概念 就是那個醫院 就符合我們這些標準 它就是一個符合認證的醫院 搞這件事 其實沒有意思 對於我一般香港人來說 我們就眼看 就知道你這間醫院符合認證 就是不符合 因為就是太逼 除了太逼之外 都可以 所以其實 剛才我拉了太遠說 起碼在我的角度來說 有幾件事我覺得是我的意見 第一件事就是 醫管局為何會出現 我覺得今天太長了 真的不太難說 但我又覺得 你起初打算找這件事 是令到醫療制度 越來越不官療化 越來越 efficient 但現在你的結果 就是令到醫療制度超負荷 令到很多官療化的東西 反而會在你這個制度裏面出現 我覺得醫院管局其實應該解散 沒有醫管局 將它撥回去做衛生局 其實可能更好 第二件事當然 這個也是問我的朋友醫生 就是 外國的病床 其實都是沒有什麼大增長 相比人口來說 但是他們會花很多資源 在一個基層醫療上 就是他守候龍門 至少人有什麼病 他可以盡早有一個專科去看 避免他要去入醫院住 但是現在香港就反過來 醫管局把很多錢放進醫療機器 放進訓練專科醫生 他覺得最低限度 你把門診撥回衛生局 令到醫管局 其實周先生有講過 如果資源多 通常都是會把資源集中 去買最貴的東西 訓練最好的醫生 我再說 如果在醫生數目不變的大前提下 你拿來買機器都是好一點的 加了醫生人工 就像現在我們學校 加了教師人工的教育質素 其實沒有提高的 因為你的預算多了 當你不可以因應那個錢多了 而增加供應 不同的 請保姓經紀會馬上多了很多經紀出來 不同的 所以只能夠不停訓練 更加多專科醫生 現在有很多看專科門診的 其實都是大學教授 或者拿了博士的銜頭 但是問題就是 你們在專科上可能是做得好 但是下面的基層醫療做得不夠 你搜不到農門 人數這麼多 一樣會逼到 專科也是做得不好 我們下次再說